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兵 前幾條影片講了便秘和膳食纖維的問題 這條影片就跟大家用陰謀論的方向來看看這件事 如果大家沒有忘記的話 人工甜味劑、阿斯巴甜和美晶 這兩種都是在各國民眾日常生活必定會接觸到的神經毒素 可以說是成癮性毒物 不過, 他們光明正大地在全球流行了有幾十年的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呢? 難道全球政府都對這件事毫不知情? 還是會不會是因為這幾十年間完全沒有相關科學研究? 又或者其實是政府怎樣在閉門的會議中 確保這數十億美元甚至更加多的利益 在加工食品、飲食業和大型製約公司中無止景感流動 相信大家看過這個頻道的朋友都非而常之清楚了 這條影片, 量到膳食纖維 早兩條影片講免疫力時有提過 食菜是好好吸收微量元素的方法 所以我是真的很建議大家多吃些蔬菜 而我反對的是 就是講到那些膳食纖維可以令人減少便秘 甚至現在的膳食纖維已經不是食菜來吸收 而是粉狀、水狀這樣的化工製作 再加入完全無益兼靠害的冷健康代餐裡面 又或者是營養補充品這些化工產品上面 這些就真的錯到離譜了 所以這條影片, 我們將會由膳食纖維如何從謊言掩蓋真相的方式誕生 再講到整個產業鏈牽涉背後的龐大利益 這條影片是由日本石家咪雙無安全套贊助播出 一開始, 講一下歷史 講一下膳食纖維假說的誕生過程 在食物金字塔片局這條影片裡面 有跟大家提過很出名的Insel Keys這個人 就是他假造實驗結果 令到全世界都以為動物脂肪是最壞的 又會令你肥和膽固醇高 但是食碳水化合物、食穀物就是最健康的 還說可以減肥 但誰知道反而是現代人肥胖、糖尿病和心臟病的主要原因 不過其實在1950年代是有人講過真相出來的 這個人叫Thomas Cliff 他是一名外科醫生的頭 他主要的興趣都是集中在預防醫學上 他觀察並且研究到過度食用精濟碳水化合物 例如糖、精濟麵粉等 對健康是有負面的影響 同時他也注意到 野生動物或者傳統未經精濟食品維生的原始人裡面 是沒有肥胖和心血管問題出現的 簡單說他的研究即是 精濟碳水化合物和引致動物蓄養硬化症 高血壓、肥胖、糖尿病等等 是有密切的關係 同時在沒有受西方文化影響 即是沒有食精濟碳水的族群裡面 可以說是有接近零的慢性病發生率 之後當這個學說開始在當時的社會形成 那這些精濟碳水、穀物的製造商 大財團例如晚山刀這些 他們又怎可能被你這些學說興起呢? 到時個個顧著食原型食物 那他們是不是真的食穀種? 所以腺食纖維假說就像狗世主一樣出現 前傳教醫生 Dennis Brickett 說 這些難消化的粗燥原料 即是腺食纖維 是健康飲食裡面不可或缺的成分 為什麼這個說法對精濟碳水來說是狗世主呢? Brickett 的腺食纖維假說 一開始是完全根據Thomas Cliff 的糖代謝病假說 不過他只是把原因完全調轉而已 本身的Cliff 就說 慢性疾病的形成是因為在飲食裡面 添加了糖和精濟碳水化合物 但不同的是 Brickett 將這些問題歸咎於 有害的不是糖 也不是精濟碳水化合物 而是因為這些飲食沒有了腺食纖維 所以會導致便秘 然後就透過各種機制 再導致各種慢性病 所以糖和精濟碳水化合物是沒錯的 加上腺食纖維就可以照吃了 之後腺食纖維假說就很快流行起來 並且出現在學術期刊裡面 而唯一能夠解釋實際證據的 精濟碳水化合物是有害的這個假說 就沒有成為主流的概念 從此 慢性疾病的原因 就由精濟碳水轉變到缺乏腺食纖維 當時Brickett 受評於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 這個理事會的秘書就叫做 Herrick Hemsworth Hemsworth一直的研究 就是要令到糖尿病學家門確訊 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 並不是造成糖尿病的原因 所以他就非常喜歡Brickett Hemsworth曾經跟Brickett說 你記不記得福爾摩斯曾經跟華生說 在我看來這件事的整個線索都藏在這隻狗的行為上 然後華生就問 但這隻狗是甚麼都沒有做的 福爾摩斯就說 沒錯 這就是重點 聽完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想表達甚麼 簡單說 即是人們感興趣的事 很多時 對比起出現過的事 是更可能更好奇在沒有出現過的事上 糖尿病肥胖這些案例中 沒有出現的就是膳食纖維 再選這裏說 即是強調膳食纖維的正面效益 比起強調糖和麵粉的負面效益 是更加有效的 我這樣說不是屈他們的 Brickett的同僚 Alex Walker說 糖是日常飲食入面不可話缺的一部分 很顯然是必須留在飲食入面 所以就像Brickett在1979年的飲食書上的書名那樣說 不要忘記在飲食入面要含有膳食纖維 比起叫人不要吃糖不要吃麵粉不要吃白米 而且不要喝那麼多啤酒 來得有效很多 大家看到了 其實這班人一直都知道的真相 就是膳食纖維是沒有關係的 精製碳水才有問題 而且他們會悲喪錯的說法 即是根據所謂的流行病學的推薦 低脂高碳水化合物的飲食 是用來抵抗心臟病 所以如果你好聽話吃很多碳水化合物 然後發現沒有效果都是有心臟病 那即是你吃得不夠膳食纖維 沒錯 整個邏輯是錯的 不過你不要管 之後膳食纖維這個說法 就變得非常之嚴滿 也都流行於坊間 不過其實真相一直都很清晰 這班科學家也永遠不會解釋得到 就是食含有大量脂肪和蛋白質 而很少甚至沒有膳食纖維的傳統飲食文化 例如美洲原住民等等 他們是沒有那些都市人的慢性病存在的 那為何唯有吃現在的西方飲食 才在這些族群裡面出現慢性病呢 膳食纖維的理論 早就已經變成了一廂情願的科學 還要有持續累積的證據 可以駁斥到缺乏膳食纖維的飲食 會引發結腸癌、食慾等的觀點 更不要說其他慢病病 從1994年到2000年 有兩項觀察性的研究 當中包含47,000名男性健康主要人員的研究 以及包含89,000名女性護士健康研究 兩者都是由哈佛公共衛生學院所執行 然後6個隨機對照試驗的結論都同時指出 攝取膳食纖維和結腸癌的風險無關 另外包含49,000名女性的研究成果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婦女健康悵悼計劃 在2006年出版 裡面證實了增加飲食中的膳食纖維 對結腸癌沒有健康效益 也不能預防心臟病、腰癌或令體重減輕 不過即使這樣,那些被收買的媒體 就當然永遠都無視這些實驗結果 例如《華盛頓郵報》1998年的一篇文章就這樣說 多年來的科學家都知道 護含蔬果、腺植纖維、低脂的飲食 是能夠大幅降低或消除 發展出結腸癌的機會 回到現代 其實我們每次進食都吸入著很多不知名物質 不過當中很多都是 每個字我都認識,但組合在一起 我就不知是甚麼來的東西 當然也會有很多我們自以為知是甚麼 其實不知的物質 進來看看大家知不知道這些是甚麼 阿拉伯木罪糖、海藻酸辣、菊粉、菊粉營果糖 高直鏈澱粉、抗性澱粉、半乳寡糖、醉葡萄糖、抗性麥芽糊精 以上這些都是FDA在2018年裡面 《根生腺食纖維》裡面含有物的名單 有哪一種大家可以明確地解釋到它是甚麼來的呢 話畢竟這些都是我們每日有機會放入口的東西 FDA表示 這些纖維都在科學證明下進行了審查 確認它們都是具有健康益處 就像Gemail那樣 大家記住 FDA批的不是大家吃的菜 菜是不用FDA批的 以上那些都是化工合成 或者碎取化學合成物 跟你就這樣吃菜是完全沒得比的 不過剛剛提到 這個健康界的定海神針美國的FDA 在2016年開始 幾年間就已經陸續批了接近20種腺食纖維的原料 又越來越多所謂的研究指出 腺食纖維的好處有多少 相知防癌、防心臟病、防三高 下次有助減肥改善皮膚問題 之後就造成在2017年到2021年 地球上面有標籤強調腺食纖維的食品 的相關產品新品發佈平均每年增加7% 再到2023年 腺食纖維市場總產值約為80億美元 再根據現時的數據推算 在未來10年入面 腺食纖維市場的規模 將會持續每年增加超過9-10% 同年英國食品和飲料聯合會 以縮進市民涉入腺食纖維為由 組織了一眾的企業 參與企業包括大家熟悉的著巢和家樂市在內 都說會在自家的產品包裝上 強調腺食纖維的內容 以及推出更多的高含量食纖維產品 以上這兩家公司的背景有多複雜 就暫時不在這影片說了 這樣在這兩家生活全包宴的公司的光環加持下 市民和其他企業 對腺食纖維市場的信任度又會上升很多 不過美國的Council for Responsible Nutrition 曾發表數據 有接近八成的美國成年人 有服用腺食纖維的習慣 並期望整體健康狀況得而改善 尤其在疫情期間 大家對健康的要求急速上升 對天然和乾淨的食品需求也高了 這些食材也會被貼上Clean Label 所以成份源自於植物的腺食纖維的身價 也跟著水上船高 在香港也有以腺食纖維產品為主的公司 在2021-2022年的營業額上升了28% 即是說這些公司在所謂百業蕭條的疫情期間 他們的產量也能夠保持增長 可見大家對腺食纖維的需求有多大 難聽點說也可以看到洗腦又洗得多雲醇 腺食纖維在健康的舊內不停被誇大 甚至可以說已經去到被神化的地步 不過它的缺點大家又有沒有聽過呢? 又或者這樣說大家有沒有聽過 關於腺食纖維的負面傳聞呢? 有調查指出 有超過70%的高纖維飲食人士 有腸胃問題 而這個調查結果並不是發現了什麼新大陸 就在1998年 德國就以腺食纖維與便秘為替 包含各個年齡層的慢性便秘患者 和非患者為實驗對象 得出了腺食纖維對治療便秘的效果不佳的結論 同時在一般的情況下 其實普羅大眾是無從在醫學方式計算到 自己每日所需的腺食纖維量 也很難記錄自己平均每日的攝取量 就正如在教科書中提及的其中一個健康指標 BMI 和糖尿病相關的指數一樣 近年大家都開始覺得是不可信的 因為健康指標幾乎是每個人獨一無二的 而且大家以為區區腺食纖維全球重產敵 才只有80億美元的市場 可以有現在鋪天蓋地的產品和宣傳嗎? 說到這裡 我們就要重點說一下便秘帶來的相機 全球老化趨勢和全球便秘率相符相成 老人家會因為慢性疾病而用藥 尤其是那些降血糖、降血壓降膽固醇這些 吃完就會令到他們的活動量和新陳代謝率下降 然後出現便秘問題幾乎是必然發生的 所以便秘 彷彿即將要成為每個家都必備的健康問題 有研究指出 在2006年至2011年 在美國因為便秘而要去急症室的人數不斷上升 每年平均大約800萬人次左右 花費超過2.3億美元 甚至便秘問題在英國更加成為主要的醫療負擔 便秘患者佔英國的病床使用日數超過12萬日 照號保健服務系統超過4200萬英鎊 所以便秘在早十幾年前已經是一個商機 而且以上都是10年前的數字 便秘的問題只會每況愈下 再之後全球舒緩便秘的藥或射藥的普及度就會變得越來越高 甚至在很多國家瘋到在普通的大型超級市場都可以買到射藥 大家感不感覺到藥廠要出現嗎 前面提及到膳食纖維有可能反向導致患者更便秘 之後患者就很可能偶爾要借用射藥來處理問題 而且服用射藥會有依賴性 即是又是會令你長吃長買的藥 而周期性服用4日後停藥 又有可能出現報復性便秘的反彈 因此在停藥的過程中 又會跟你說透過服用膳食纖維可以緩解反彈 再造就了膳食纖維的市場 真是一個非常完美的business model 你怕便秘 所以你吃膳食纖維 之後令你便秘 即是你要看醫生 你要吃射藥 吃射藥然後會有依賴性 你咳的時候 醫生又會叫你吃膳食纖維 然後你吃完膳食纖維又會繼續便秘 真是很完美 影片來到最後 大家聽完我這樣說 應該都會覺得人類的價值 已經被大財團、藥廠拿到乾了 你這樣想就真的太天真了 你沒有健康又沒有錢而已 你的肉體都還可以拿來投票 在政府層面 膳食纖維市場的壯大 是可以增加政府的支持度的 在美國政府的農業寶座政策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普通市民可以負擔到 或者可以買到哪些產品 因為這些政策可以決定輔助哪些農產品 從而令到那些產品的價格保持較低的水平 一直以來 美國政府都將大部分的農業寶座 用在粟米和大豆 所以他們就變成了廉價的糖、澱粉、植物油 以及其他的垃圾食物 例如粟米片、麥皮、薯片、薯條等等 而沒有受到足夠寶座的蔬果 就會因為價格昂貴 甚至被視為奢侈品 所以以前一直都有美國政府決策失誤 以及造成人民健康危機的這些說法 但是現在 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農業出口國 還值最多的是基因改造的粟米、耳麥、 存麥、黑麥等等的麥類 粟米、兔米、豆類和各種種子等等 這些通通都是化工膳食纖維的原材料 美國政府就可以藉由這些所謂健康食品的膳食纖維 挽回民眾的支持 所以說他們騙完你的錢 再令到你心悅成福地支持他 這樣才是厲害的 就好像那些懶吊環保證策一樣 先浪費你的時間 再收你的錢 然後既幫不到地球 還造成更加多的浪費 最後還要騙你說 是為地球出一分力的 讓你覺得自己正在做正確的事 這些真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真是正宗的點到你慌 你會不會老點你老爸? 會 看有沒有著數 如果有著數呢? 點到他慌 你會不會死嗎? 啊 啊 在這個地球上 從醫療到日常生活 到處都有膳食纖維的商機 大家去購買相關的產品的時候 就記得要暫試了 本頻道有其他健康相關的議題影片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想健康 不一定要用錢來去堆砌 這條片就來這裡 這份稿有大半都是阿梅寫的 這條片的烏龍後精華 都有他跟我一起再跟大家說多些膳食纖維的內幕 喜歡我們的影片不妨按讚 分享和更加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我們跟4月4日出片 4月2日可能有片 4月5日晚上9點鐘 會在YouTube上播 講一下事和政治 希望到時可以遇到大家 我們已經開始了我們的Patreon會員 希望大家有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再見